黄鼠狼拦路的事你遇到过吗? 前段时间有个视频登上了新闻 在北京有个女士正在雍和宫外面散步 突然被一只黄鼠狼拦下了去路 甚至还咬上了女子的裤腿和鞋 一副拦路抢劫的样子 黄鼠狼为什么要拦住这名女子 她又是有何用意? 莫非二人前世有什么因果? 视频里可以看到 黄鼠狼一开始是蹲在女子脚边 在女子把脚挪开之后 就一口咬上了女子的鞋 由于咬疼了女子 黄鼠狼转而咬上了裤子 之后女子每次挪动脚步 黄鼠狼都会精准地咬住裤腿 好像是在阻止她前进 并且好像还把女子往后拽 像是要带她回家一样 最后还是路人出手 用一只手套吸引了黄鼠狼的注意力 女子这才解围成功逃脱 之后这只黄鼠狼也被路人放到了树上 然后潇洒离开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就这一段视频就能让人脑补出 几十万次的爱恨情仇 实际上当时发生的事情很简单 其实黄鼠狼就是雍和宫周边住的 已经在这个地方出没了有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食物挺短缺的 于是就有人给黄鼠狼投喂食物 当然投喂的也不是什么正经食物 什么瓜果梨桃 猫粮狗粮的 这都算比较正常的 这段视频之前 就是有人给黄鼠狼投喂了一袋饼干 结果黄鼠狼打不开 在那干着急 这名女子看不下去了 过去帮黄鼠狼把包装袋打开了 结果黄鼠狼就以为是要抢他的吃的 这才产上了这名女子 死活都不让走 甚至还连累了几位无辜路人 一起被黄鼠狼纠缠了半天 黄鼠狼在路中原地转圈 吓得路过车辆停滞 司机不敢上前 黄鼠狼为什么要这么做 前一段时间在安徽的一条公路上 一名男子遇到一只黄鼠狼来路 这只黄鼠狼的行为非常奇特 既不害怕人 也不攻击人 就只是在路上原地转圈 转个不停 就好像在进行什么神秘的仪式一样 吓得路过的车辆都停止不前 不敢靠近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 黄鼠狼都是一种很狡猾的生物 甚至还有灵性 碰见人类都会迅速躲起来 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很神秘的生物 但这么明晃晃地在路上 而且还是在路中间 原地不停地转圈 这就非常反常了 这件事已经发到网上 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只黄鼠狼吃了老鼠药 中了毒 神志不清 才会大摇大摆地在路中间不停地转圈 也有人认为 这是黄鼠狼在提醒人们 前面有危险 不让人们靠近 其实这种行为在黄鼠狼中很常见 比如黄鼠狼在狩猎之前 为了迷惑猎物 放松警惕 就会做出一系列迷幻行为 比如在地上打滚 或者四处乱窜 在猎物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步一步靠近过去 然后趁其不备 发动偷袭 亦或者就是一种 黄鼠狼受到惊吓之后的防御措施 比如之前就有一个人 把误入陷阱的黄鼠狼放生 结果黄鼠狼不但不急于逃跑 反而是在原地像视频里一样转起了圈 一边转圈一边放屁 目的自然是为了驱赶 眼前对它有威胁的生物 而不是什么警告之类的行为 黄鼠狼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动物 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幼颗动物 要知道宠物雕就是幼颗动物里的一种 无论再怎么样都不会成了金 并且在建国之后 动物是禁止成金的 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 每到农历15号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自己看到黄鼠狼站起来 朝着月亮叩拜 仿佛在进行什么神秘的仪式 对一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许多年之后还能娓娓道来 黄鼠狼真的会朝月亮叩拜吗 黄鼠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乌龙 黄鼠狼的学名叫黄幼 属于幼颗动物的一种 由于身形瘦小 一部分黄幼就养成了咒服夜出的习惯 黄幼出去也不是为了遛弯 而是为了捕猎 为了寻找猎物 黄幼就会站起来 获得更宽广的视野 并且黄幼出现的地方 大多数是在野外 月亮几乎就是唯一光源 再加上黄幼有的时候 确实会被月亮吸引 这就会给人一种错觉 认为黄鼠狼是在拜月 或是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 其实这和狐猛站起来是一样的 并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东西 只是他们为了获得优势的一种行为 包括所谓的黄鼠狼讨风也是一样 所谓的讨风 就是传说中黄鼠狼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 会找人问 你看我像什么 如果说他像人 那他就修炼成了 如果说别的 那他的修为就毁了 之后他就会粘上你 刺激报复你 其实类似的传说在全国各地都有 但故事的主角就不太一样了 有些地方说是狸猫 有些地方说是黄牛 甚至有的地方说是野狼 并且这个传言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的萨满教 并且黄半仙这个称呼 就是从萨满教里面传出来 虽说传言一直喧嚣成伤 但其实是如此科技发达的今天 没有任何人能拿出实质性的证据 来证明黄鼠狼确实会说人话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